白头发师 红发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要念不对 现在是禅定 但是你要经常练习 先翻到六十七页 念经 朝经 慢慢来 但是都不可以不对 这个叫禅定 禅定 这个也要修行的 那你越没有 你越要认真 我为什么会念错 念快 念慢 念大声 念小声 太坚重 没信心 要想起都会障碍你 都会障碍你 破戒一定让你念错字 十十年里里面两年一定念不对 你想念对都不行 就像你今天已经骨头 已经痠了 腰就没得到 因为你已经伤害到你自己 你就没得到弯腰脱背了 因为你已经伤到你自己 那就要好好的忏悔 所以各位要念习 要念习 如何念经的时候 能够让诸佛听得清楚 能够让众生听得清楚 但是念经还是个福报而已 能够按照经典的法随法行 这才是真实在念经的功德 所以何谓十大正愿 我们一起念 一 愿我先是即以今生所作善根 以此善根施予一切无边众生 虚共回向无上菩提 令我此愿念念增长 事事所生 长细在心 终不忘失 为陀罗尼之所守护 那第一个愿 那这些人 归去世 所作的任何一种无贪嗔痴的善根 以此善根 做什么呢 我所作的一切善根 都是为了不失一切无量无边的众生有情 最后大家都称佛 息共回向无上菩提 而且愿我这个愿 随着每天的念头不断的在增长 愿我念念增长 事事所生 长细在心 我们生生事事来投胎 就是要来努力 布施 赚钱 也是为了奉献 累积上根是要花时间的 拜佛 点灯 奉献 祝念 诵经 利益众生 这些东西要付出生命的 付出时间的 那这些呢 是为了供养给众生 生生所生 长细在心 我要来做这个事 终不妄施 为陀罗尼之所守护 诸佛菩萨的加持 乃至呢 你把这个功德 你念奥马尼佩美奉 就汇集了这个功德 这个陀罗尼也代表 这个奏 这个已经在你心里面 老实说 你上辈子 念过奥马尼佩美奉 念过大悲奏 念过往生奏 这个陀罗尼 可能你这一辈子 还没有学不会念 但是哪一天 你又听到这个奏的时候 你马上又恢复了 为陀罗尼之所守护 守护在你的本性里面 我们就像一个汽油 感觉 哪一天 看了队众经 哇 就发作了 要来做队众菩萨 看上八大人觉经 哇 我要来出家 看上队众菩萨经 哇 我要来做菩萨 因为这个陀罗尼 给你守护住了 这是奏的力量 第一个愿 第二个愿 愿我回向大菩提以 以此善根 于一切身处 常得供养一切诸佛 永必不生 无佛国土 像各位应该说 各位身在一个 释迦摩尼佛加持的 特别我们身在台湾 我老实说 我真的是跑遍 跑遍所有可以去的地方 有几个地方还没去 俄罗斯啦 非洲啦 但是呢 台湾真是台湾好 台湾的宗教 虽然各位看 你认为没那么好 譬如说我这次去美国 我又去 又到加拿大 我就说 我们来念一下地藏经 一本地藏经 你都找不到地藏经 都找不到地藏经 我没念过地藏经 我们这边找不到地藏经 你看 一本地藏经你都找不到 那我说钥匙经 钥匙经吗 没读过 他们或许认为他在学佛 参加很多灌顶 不然认识地藏经 很可怜很可怜 这个叫编地 编地 那是在台湾呢 经典多给我们看了 哪有多了 书不要再送来 不要再印了 很多法师来跑来 不要再印了好不好 浪费 我说法师 这个观念不对 印一万本 有一个看就不错了 因为 但是你不要因为他们 不看而全部不印 那不是断灭佛法的吗 现在看电脑就好 电脑不是经典 那是两回事 因为电脑里面 包含了很多污秽的东西 你这支手机 我看了一下 摆的东西 这手机就中毒了 不清净 所以各位 你还是老实看经典 不要光看 电脑是不得不 现在没有在道场 很多佛经 我不得不查这个资料 这样 所以我每次电脑打开 我都摁烂说话 跟进化一下 像去睡别人的臉上 这不是太多睡觉了 摁烂说话 我自己戴毯子 看不见 你去饭店 用他们的毛巾 你想想 这条不知道整个女生 拆掉 不知道拆什么地方 你就拆不下去了 对不对 人家去担饭店 都去做不好的事 开玩笑 这条已经灰烂了 你不太难 不然你也用奶沙做毛巾就好了 OK 自己的自己就好了 但是 那一条已经都污秽了 知道吗 没那么多 所以一部手机 老实说 里面有很多污秽的东西 这个就是现在世间的乱象 很多人光看手机在看佛法 对你有伤害 我们是利用手机传达佛教知识 可以 佛教讯息 但是如果你要研究经典的时候 你还是要看经典 所以我们现在给它印成这个叫 iPhone 对不对 iPhone500 都印好 你都好 我拿去看就好 都小本小本的 就怕你嫌大本 而且都是精髓 所以第二 我们所做一切善根 回向大菩提 小菩提 中菩提 小菩提也是声闻 阿罗汉 中菩提 也可能叫独觉 或是菩萨的菩提 大菩提 才叫佛的菩提 所以所做功的 以此善根 于一切身处 不管我们倒台的什么地方 都有法度共用佛 好不好 都要出现有佛度进化的地方 永必不生无佛国土 像我们现在身在这个世界 没有佛事前 虽然有佛法 也是个五着二着 所以各位 这些人的翁心 投胎十方诸佛菩萨净土 好吗 清净诸佛 供养诸佛 那现在我们有惭愧心 自己在自己的家里到场 多供佛 多拜佛 行结千佛 三十五佛 八十八佛 你得来观胜 礼拜 供养 第三个愿 愿我得生诸佛 国以常得 清净随事左右 如影随形 无刹那情 远离诸佛 就像阿弥陀佛旁边 永远站着圆满报身 观世音菩萨 意思观世音菩萨做示范给我们看 我现在视线做菩萨 菩萨为法王子 永远做阿弥陀佛的随事 那这样呢 这是他们的愿 化身可以百千亿 所以我们 希望能够得生诸佛净土 然后呢 清净随事 在佛的旁边 如影随形 打钢队聊聊 不然我们会离开菩提心 无刹那情 远离诸佛 那我们现在要如何 心跟佛在一起 这样就好了 念一下来 阿弥陀佛在我心 所以你要常常念佛 为什么要叫我们行主做卧 吃饭都要念佛 不能离开佛 就算去病所 也不能离开佛 病所也是在加持 按照佛法这样 排泄消夜障 化成甘露 因为佛的心 所以彌陀在我心 一心念佛 我即佛 佛即我 然后各位要这样来 清净佛 清净佛 佛是什么 菩提心 各位要共用你的菩提心 不要用你的凡夫心去做事 菩提心就是佛 所以我们要供养 服侍菩提心 然后不能让我们的心 离开菩提心 叫菩萨改 做什么事 弘台也要怀着佛提心 这是我的凡夫 怀着慈爱被你看 希望你将来也成佛 那就叫供养诸佛 随式诸佛 第四 愿我得清净佛以 随我所应 为我说法 即得成就菩萨无通 所以各位 修行爱修行 跟祖师台中 随时像 威陀菩萨来跟他说法 阿弥陀佛来跟他说法 度母来跟他说法 文殊菩萨来跟他说法 随式兄 那种佛二十四小时钟 在想到你的头 把你打开 正在里面跟他说话 这样 问题是你要不要打开你自己 禅定 一心入定的时候 佛就进入了 但你这个定是符合大悲心 我禅定是为了 学地藏菩萨一样的入地狱 来着帮六道众生 大悲禅定 那时候佛菩萨就加持 佛入你的心 来转化你的意识 所以呢 自然 即得成就菩萨无通 各位 各位这个世界真的有人开发菩萨的神通 但是很多人 讲到神通那不是佛教 那你 没有神通哪有佛教啊 菩萨祖师大德佛不是展现很多神通吗 所以呢 这个叫以身文 以小秤的根器去看大秤 你都不了解 因为你没有 但是你否定人家菩萨的神通 那是错的 这点我还好 我并不迷信 但是我还好 人家给我介绍 我们缅甸某某大法师有神通 好 参访一下总可以吧 错 错一次嘛 搞不好人家是真的 所以以前我不相信有阿罗汉 他们就说我们缅甸很多阿罗汉 文教会香的阿罗汉 什么阿罗汉 我真的假的 我的大秤有什么都没有你们都有 后来我就一一去参访 我真的有阿罗汉 这个阿罗汉完全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 特别他不离开四圣体的分析我的心态 而且我带十个人去他分析的很圆满 因为另外那九个人我都认识 真的我一说就有好 我说都没有好 因为他直接针对他的苦的因 从哪里来跟他在讲 那这个不是阿罗汉是什么 因为这个阿罗汉只是说 当然有神族通 现在的阿罗汉大部分都是他心通 宿命通 但是至少我重新颠覆 我以前这样讲小秤佛教不圆满 那是这个我要忏悔 因为这个部分小秤大秤密秤 各个修行者都有他们的菩萨的神通 那我们可以去参访 就算我们骗 我们也是要足备去了解 菩萨你如果没了解世间的话 别人都叫做菩萨 但是千万不要用我见来随便批判 所以第四个愿就是我们亲近佛 然后佛为我们说法 然后就断除我们的各种执着 开发我们的神通 第五愿我成就菩萨五通以 即能通达四地假明流布 我们下期见